自己在家多喝点汤 妈妈比女儿漂亮 真的我跟你说 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所有家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从小我都习惯了 你看我妈比我白好多 但是我这是光线问题 但是确实我妈妈比我白 小头黑现在已经白了 对已经白了好多 什么汤她都喝家人们 你们喜欢喝什么汤就去喝什么汤 她那个菌汤多一点 有时候那个乌鸡了 乌鸡甲鱼 对我妈妈喜欢 因为要经常喝汤 那个甲鱼可能大家都不会杀 我现在都学会怎么做 没有腥味怎么样 反正是怎么说呢 咱现在条件几分都领许 另外到这个年龄了 我觉得身体健康 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福报 咱把身体养好了 有时候现在包括我 又去才去报了一个舞蹈班 去慢慢就是没事去跳跳舞 对她现在很好 她平常在家没事的时候 她会去画果画 然后画果画 写毛笔字 没事跳跳舞 唱唱歌 就是她一直就是还是保持了很年轻的那种生活状态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个就是任何事情啊 不忘心里放 这边有什么事情我第二天都忘了 就是不再想她了 希望你明天就忘记我没有找对象这件事 这个事情因为我天天看到你 我不可能忘了 希望希望妈妈明天就忘记我还没有找对象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不过是给直播间的家人说一下 做母亲的哈 担心就是潮心女儿这件事是正常 但是我不会说实话 不会太逼她 有时候说的话是说的狠一点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缘分 就是说有时候也是也在遇的 不是说你介绍一个或者是她碰见一个就成了 是不是 可能大家也有这样一个看法 我觉得就是未来她能找一个两情相悦 就是两人相看都特别对眼的 这样她能就是兴兴福福 那么是平平淡淡的过了一辈子 做母亲的就是说觉得心愿都达成了 嗯 妈你会唱歌吗 你不是会唱歌你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唱一个你们这个年纪喜欢听的歌好不好 我大家看着我长得 你不是会唱那个民族美声吗 给大家展示一个好不好 没有没有那合唱团火的好长期也没趣 其实你唱一小段唱一小段 因为因为直播间里面 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都跟你年纪差不多的 你唱你唱一个呗 我我唱的歌太太小了 他们都 实际上我跟你说我原来就 我就是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唱了一段时间 有点是就没带去 因为有一段时间 没事没事 我实际上我原来唱的 你没发现妈妈唱的都是男生的歌 那没事你唱男生的歌也行 或者是直播间里还有 还有叔叔阿 耗音那种 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来唱一感 你俩不出这么一样难题的呢 没事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都是自己家人 我妈妈紧张了 真的我从拉咪在外边唱歌 我又不是独唱演员 没事没事唱两句唱两句 加油 我唱一下那个蔡琴的 我这人是有个毛病中忘词 没关系你唱几句 词没关系的 来吧 来大家鼓掌 你看好多人给你鼓掌 现在我想起来要唱哪一首了呀 学过那种 我老是在拿那个谱子我才能唱 没有词过老师 我忘词 就像我眼睛看屏幕看不清一样 看了个年轻 但是我屏幕看不清 没关系 没关系唱两句 唱一个那个蔡琴的《不了情》吧 好 好 好 来 来个 从来没有这样过 不了情 什么那个 回忆过去 不是 不是那个 忘不了 忘不了好 忘不了你的错 忘不了你的好 我跟你说你别 挺好的 我这人不看词 我就一个毛病 一个人 我对人的名字记不清楚 感谢 感谢 你唱的特别好了 真的妈妈 你真的唱的特别好 是不是 你下次呢 你让我打个词 你下一次 你不会唱戏我 咱们唱两句戏吧 你不是我出难题 我咋还会唱戏呢 下次 下次让我妈妈好好唱 唱一首 对 但是这能听出来吧 我妈是有点功底的 对 还是有点功底 不行不行 我第一次我唱 你们合唱团应该会经常唱什么 我和我的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淌一爱的战客 不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小小春落 别让我唱 很棒了 是不是家人妈 我觉得我妈妈已经很厉害了 我的声音有点寒 唱歌的时候 我妈声有点那种民族美声的感觉 就是有个有个麦克的话应该还是蛮好听的 对吧 嗯 你再一会儿唱歌 真在不打词 我从来一直拿着词 不拿词 我流亡 没事没事 下次下次我们 你准备一首 然后拿着歌词 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给家人 我跟你说说话 我倒去 不行 我不习惯 你们这些里边的规矩 我都不知道 跟刚才我都 我都没说 没事 你已经 你已经很好了 我们我们直播就是家人们一起聊聊天啊 就是 就是跟咱们平常聊天是一样的 然后 直播间里面的家人对我都特别好 就是像 像你平常接触那些叔叔阿姨们一样的 我们 就是几天没见了 就互相特别想念的那种 然后就得上来聊聊天啊 这种的 因为平常嘛 我忙些 我就不太关注他那直播 我觉得哈 哎 孩子去着工作 哎 有他的事情 我有我的事情 所以平常没有 这是过年了 我们俩 但是很欢乐啊 是不是 今天 今天很感谢 就是妈妈陪我直播 对 然后 就是妈妈在这里 嗯 我跟大家也 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而且真的 我直播间里面 基本上跟妈妈这个年纪的家人们会比较多 有妈妈真的挺好 爸爸出去了 嗯 爸爸已经出差了这两天 大妈妈两岁 那对啊 你们年纪真的都很接近 所以说 你在这儿的话 也挺好的 就是 我们还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以后你可以跟这些叔叔阿姨们多聊一聊 比如说 你平常怎么煲汤啊 怎么画画啊 跳舞啊 啥呢 你们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的 来一首刘洋和 刘洋和会唱吗 刘洋 你说你不给我词 我就问我 我这人是光网词 下次让妈妈唱 嗯 我跟大家聊 我跟大家聊 改天你呢 行行 好的 我跟大家说点悄悄话 好的 嗯 妈妈你休息一会儿 好的 给家人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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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我妈去煲汤去了 让妈妈晚上煲个汤 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喝到了 嗯 还说点悄悄话 我妈妈太鸡贼了 我买了两树花 她天下能看出来是我自己买的 这好尴尬呀 太尴尬了 妈妈55岁了 家人们55岁了 嗯 教教妈妈直播 妈妈 我妈妈眼睛有点 老花有点严重 家人们 她看不见那个 对对对 这个花自己买的 不要不要嘲笑我 我说来对付我妈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 嗯 她眼睛有点老花 然后她坐在这里 跟我直播的时候 她是看不见 大家打的这个字的 所以说她只能陪我一起直播 她自己是直播不了的 因为我要给她念 这个屏幕上面的字 有没有咱们直播间 有没有已经老花的家人们 扣个1 好像应该上了50岁 很多家人们都老花 是不是 反正我妈妈说 她是看不见屏幕上面的字的 看不出55岁 是吧 对 眼睛不太好 嗯 嗯 我妈妈她现在天天就吃那种什么 保护眼睛的什么叶黄素啊 什么 反正我都买给她 她就吃 但是确实老花了 嗯 确实老花了 所以说她是没办法自己去直播的 嗯 说粉丝买给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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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妈妈催婚 催我去相亲 然后呢 就逼我出门 逼我出门 家人们今天情人节 你说我去找谁玩呢 找朋友吧 朋友约会 对吧 而且也不合适 我就自己在外边瞎逛 我就 我就上网订了两束花 送回家 然后结果可能是我那个卡片 卡片忘记处理了 然后我妈妈可能看出来这个花 应该不是什么男朋友什么之类送的吧 所以说 你看一下就拆穿我了 就很尴尬 正面放在后面 你知道吗 人家都是有男朋友 装没有男朋友 我一个没有男朋友的人 听见装自己有男朋友 嗯 等阿伟啊 等阿伟 等等 家人们啊 嗯 咋等呢 今天有没有问候 没有问候 没有问候 从过年吧 从过年到现在 然后都没有 都都没有 联系 嗯 从 从 从我走到现在吧 都没有联系 家人们 那还 那还要 那还要 要我等吗 嗯 从 家人们 从我走 从我离开四川 到现在 过年 什么的 都没有 都没有发过短信 还等吗 对不对 觉得 是个普通朋友的话 过年可能都会发个短信吧 对不对 家人们 支持唐唐不要等的扣个一 希望唐唐等的扣个二 嗯 就是过年吧 过年你看 我跟直播间里面所有的家人们 咱们在群里面 是不是 也在互相问候啊 对吧 也会发个红包啊 然后 说个新年快乐啊 然后 但是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 嗯 所以说 嗯 过好自己的吧 我 嗯 我 我会过好自己的 嗯 对 不管 嗯 没关系啊 就是说 新年 你看我们 一家人多开心啊 嗯 这几年过年嘛 我也不想直播 家人们没有给唐唐点关注 咱们点眼关注进一下群啊 进一下粉丝群 把粉丝灯牌亮了就可以进群了 因为这几天过年嘛 陪家人啊 希望所有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也不要担心我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要担心我 所有喜欢唐唐的家人们 你们也不要担心我 所以我也不不想直播 我也不想去说这些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都让它过去 我们就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新的一年吧 嗯 嗯 我相信如果是对的人的话 我一直这个地球转一圈 还是会回到原点 不管我在哪里 他都会找到我 对不对 如果是 这个人不喜欢我 那 我等他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怎么等啊 现在这怎么等的 嗯 嗯 而且妈妈不也说了吗 希望我去找一